上周大头哥对CRV锐混动一家和竞品车型做了一次对比评测 正好也有两位媒体朋友对这辆车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了两位 对这辆CRV锐混动一家进行一次深度的评测 有请街拍库车创始人松松哥和独立车评人张九龄 嗨大家好 松松哥是资深汽车媒体人 90虽然是90后但对车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各位都知道空间是家用车的刚需 而大多数插混车型因为有一块大容量电池的加入 会导致它的空间受到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后排的地台会被抬高 更有甚者整个地板都会被升高 所以乘坐起来体验非常的不舒服 那么这辆CRV锐混动一家的表现又如何呢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项评测吧 有点期待哦 我今天就是在找圈的 项目一 CRV锐混动一家初体验 实车体验后两位体验官分别对第二排空间 作为舒适性第二排配置进行评价 CRV锐混动一家这款车型 它的车身尺寸还有轴距的数据 其实在同级当中它并不占优 但是MM理念帮助了它完成了更为宽敞的车内空间 可以看到第二排它已经有了一个纯屏的地板设计 这个也是同级别当中 唯一一款实现了第二排地板纯屏的车型 所以本田空间魔术师的称号真的不是白叫的 CRV锐混动一家这个第二排座椅啊 真的是像一个大沙发一样 又厚又大又柔软 它的头准啊也非常的舒服 像我这种非标准身高啊 无端身材坐在后排真的是为所欲为 想怎么躺怎么躺 真相就是真相 两位的评价和我们上周评测的结果一样 事实上在所有的合资插混车型中 只有CRV锐混动一家做到了后排地台存品 这也说明东宫本田不是简单的 把一个电池堆结在这个CRV上面 而是对电池和整体的车型进行了优化 这也证明了本田对这辆车的一个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好 我们现在的第一项测试到此结束 不过这只是一道开位产 接下来我们将把这辆车开上复杂路况 去综合的体验它的行驶品质 项目二 动态体验CRV锐混动一家 三位体验官将分别体验CRV锐混动一家 在不同路况下的行驶表现 对这款车的驾控体验 底盘品质 NVSI做出评价 特别说明的是本次实测的路况很有重庆特色 既有坑洼烂度 也有多弯山路和高速路 可以综合反映车辆的行驶品质 这一代CRV 包括我们今天试驾的CRV锐混动一家 它的底盘表现真的让我刮目相看 它对坑洼路面的那种过努非常的干净 在山洞上面行驶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U型弯和回头弯 我们特意保留了50到60公里这样的一个车速 它的车辆侧倾一点都不明显 让我感觉到我们再加一点速也很有信心 这是因为这台CRV锐混动一家 它搭载的是SFRB的频率响应减震系统 它能够给予车辆很强的支撑 我非常确认开这辆CRV锐混动一家 开起来像是一台EV车型 因为不管在低速 中低速 中高速还是高速的路况 它的发动机参与感都非常的弱 更多的时候这台发动机只会运转在一个高效的区间 为这辆车的电池军行充电 那么在高速行驶时 只有你深踩油门 发动机才会默认你需要更长的动力 在这个时候发动机才会体现出它的存在感 CRV锐混动一家这款车型的提速 真的比我想象当中要好太多了 然后我也自己研究了一下 这款车它的最大功率能够达到135千瓦 它的峰值扭矩能够达到315牛米 也就是说当电机一启动的时候 它就能够释放出最大315牛米的扭矩 所以来讲这台车的提速它就一定不会差 另外CRV锐混动一家这款车的NVH做的也是很不错的 来我们现场测试一下 还关起来 是不是这个世界又安静了 如果云屏都有效的话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做实测呢 你看这大热的天 不过今天正好35度的这种室外气温 特别适合于做这辆CRV锐混动一家的续航和油耗测试 那么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一下就是 我们上周实测这辆车的实际的这种加油的油耗 和它的表显的油耗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一周就直接用它的表显油耗为准 项目三CRV锐混动一家续航及油耗挑战赛 三位选手依次驾驶CRV锐混动一家行驶40分钟 前20分钟以纯电模式行驶 后20分钟跑中和路况 以三人最低的油耗作为最终成绩 同时以三人纯电行驶的总里程计算它的续航里程 现在电池是满电状态 而这辆车的纯电续航里程有84公里 所以我们三个跑完比赛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公平体现请我们的摄影师全程监督 好吧 接下来就请松松哥登场开始第一棒的测试 这个比赛就是既想马儿跑又想马儿少吃草 现在我们就出发帮我记录一下时间 刚才我用EV模式跑这个车跑了20分钟 跑了15.3公里 然后发现油耗是0 我的天呐 那么现在换到HV模式 跑这个山路我们再跑20分钟 看它的油耗到底怎么样 这次我们HV开启了之后 我们一共跑了22.7公里 然后平均油耗是0.8 在山路上机位驾驶 我觉得这个油耗真的很不错 下一位我们让张九明买 我这一段一共行驶了30.9公里 在纯电的部分一共行驶的是14.5公里 然后现在看上去我们的表显油耗 是百公里油耗5.1升 我这一半20分钟的纯电行驶里程是12.9公里 然后百公里油耗是3.0升 现在表显了这个电池电量还剩下刚好一半 比赛结束 根据规则呢 我们今天实测这辆CRV锐魂动一家的油耗的数据是3.3升 那么跟我们上周实测 它在溃电状态下的油耗4.5升相比呢 又低了 这也确实是CRV锐魂动一家这款车的优势所占 那么在纯电模式之下 我们三个人合计的行驶总里程是42.7公里 然后消耗的电量刚好是一半 那么这么折算下来的话 其实这辆车的实际的纯电行驶旅程会略比官方标注的那个略高的 这也符合本田一贯的喜欢的反向虚标的这样一个特色 那么最后有请两位来点评一下对这辆车的一个评价 本田CRV锐魂动一家这款车呢 它主体的特点就是省油和实用 我简单计算了一下啊 这台车如果相比1.5G的燃油程序来说 一个月如果我们跑2000公里的话 大概能够省出400块钱 如果我们开上了5年的话 这台车能够省出2万多块钱 而且呢CRV这个车啊 它的总体来说是以保值力著称 购买这款CRV锐魂动一家的话是非常划算的 如果你有兴趣买一款插混的车型的话 本田CRV锐魂动一家呢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姐妹你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这样 如果你买插混来说的话 省油肯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这款CRV锐魂动一家的话 它除了省油之外 它的空间非常大 配置非常高 然后整个乘坐的舒适性 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都非常的不错 然后在开起来的一个行驶质感上面的话 这款车也会给我一种很舒适的感受 所以说买这款车型 松松哥觉得这款车值得推荐 我也同样如此 好了 这就是本期三位专业的汽车媒体人 对于CRV锐魂动一家的深度实测 我们下车值得里ым 词咸 Jonathan 我们下车之内 想让我们下richten 我们下车之前 有钱兹